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最后造成对那个树木的乱砍乱罚 然后那个垃圾污染都是通过车 所以我想到了就是那个 因为我多次都是坐驾驶员的车进山 从他们那儿我了解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发现驾驶员和汽车是最有生命力的 他们可以在那种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们可以是传播宣传和传播 而且也可能是破坏者 他现在想在现场捐给 这一个这个活动啊 对西藏特别有意 当然同时他就会影响到全国 也会得到 正由这样也会得到人民的关注和欢迎 我以为是老西藏 所以说对这个很感兴趣很支持 啊 啊 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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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以为我看了